我們今天打算要到前三公園去游泳 其實六大馬 我還有規劃就是東京馬拉松 是明年三月 然後第二個就是波士頓馬拉松 今年九月會申請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John Under it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頻道下半年的一些大規劃 那畢竟大家也知道我前陣子剛比完的 黃金海馬拉松 還有四月的倫敦馬拉松 其實也已經告一段落 那現在我究竟該重新如何準備自己的訓練計畫 還有下半年還有兩場馬拉松的賽事 以及其他場小比賽 我會怎麼安排 今天就來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那邊排一下行事率 哇下半年很忙耶 要比好多場比賽 所以我們今天就趁著我一整天要去騎車 然後想說去前三公園游個泳 然後下午可能去跑步的過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下半年頻道究竟會有什麼一些大企劃 出發 Let's go 有沒有看到 比個五他就會自動錄影了 之前 以前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還有手伸很長在這邊按 可能會有些危險 現在只要比個五 哇 不小心停止錄影 我們今天打算要到前三公園去游泳嘛 但因為今天算是訓練的休息日 所以我們今天就想說用 輕鬆騎車的方式來轉換一下練習 那等一下我們會從行一路這邊上 目標是從 敦續工商右轉之後 一路繼續往陽明山的方向前進 就可以騎到前三公園 那 他每年應該是只有夏天會開放 剛好現在是 八月 還是很熱的時候 Catchman泡泡天然的溫泉 山泉水 不是溫泉喔 是山泉水 讓我的腳可以稍微恢復一下 哇 雖然有點久沒騎這條路線 有點忘記到底 他要騎多遠還有多陡 那我們剛剛看車表 他有兩公里 騎爬然後大概爬升140 算是 入門入門的爬坡訓練吧 沒有到太累 但是又不會太輕鬆的流汗 有點負重的感覺 偶爾這樣交叉訓練其實對跑步也蠻好的 我自己下半年的規劃 接下來因為現在錄影時間是 8月 今天是幾號 14號 那我們 其實接下來的比賽是 第一場 Gummy Run 大概在9月中左右 然後我 其實是報名了半馬的距離 主要也是想說 因為我的9月底 要參加柏林馬拉松 因為9月底的柏林馬拉松是全馬 我還是希望在賽前有一個半馬的 小小測驗 所以以往Gummy Run我都是報10K 今年就改成半馬 雖然9月的時候跑 還有點熱啦 但是當作一個測驗練習賽這樣 那9月的Gummy Run之後 迎接而來的 就是柏林馬拉松了 柏林馬拉松是9月的第四週 也是最後一個禮拜 那我們預計應該是週三出發吧 然後柏林馬這次 還是希望可以稍微拚一下 就是我現在還是很認真的準備 雖然不知道可以跑到什麼情況 因為畢竟 你知道一個訓練週期 正常來說一個年度 通常安排1到2次的巔峰 已經算是很多了 兩次啦 我現在已經從 倫敦馬沒有跑好 黃金海岸算是一個 今年度的PB了 就是跑2小時55分 所以其實在短時間內 有沒有機會在9月 再拚自己的最佳 沒有辦法打包飄 但我還是會努力的 雖然現在台灣準備 有點辛苦啊 長距離都需要4點就起床 不然天氣實在太熱了 但我在9月這場最速賽道 六大馬裡面最平的柏林馬拉松 還是會拚一下 希望還是以SUB3為目標去挑戰 好前面我們要經過敦續工商了 到這邊大概爬了4公里 一點點小坡 接下來這一段 稍微比較輕鬆一點點 右轉蹲續工商 就一路往前三公園邁進 突然有點好奇耶 天氣那麼熱 這邊的溫泉墊怎麼辦啊 應該沒有人會去吧 一個禮拜六天裡面 會有一次的長距離在週末 兩次的強度 一次是Temple Run 一次是間歇訓練 這樣就三次了嘛 剩下的三次 就是以慢跑為主 然後慢跑我也盡可能讓我的 訓練都維持在 8到12公里之間 那這個里程就是可以讓我一週 加總起來 大約70到80公里左右的訓練量 那以現在這樣準備全馬來講 我自己感覺這樣是比較 足夠 然後身體也吃了消了情況 那以節奏跑來說 現在大概就是維持 10公里到12公里左右的Temple Run 配速就比比賽配速快一點 每公里大概快15秒到20秒左右 然後如果是間歇訓練 就大概會是 比我的比賽配速 快大約 可能400公尺800公尺短間歇 會快大約一分鐘 但如果比較長的 可能是1000 1200 就會稍微的把 配速降一點點 大概快30秒 跟我的比賽配速相差 除了9月的比賽結束之後 接下來10月 也是滿檔 10月有一場 長榮馬拉松 我是參加半馬的主別 然後還有一場 華航馬拉松 那華航這場 他是下午的 算是夜跑的感覺 下午開跑 我也是跑半馬 那這兩場也都是我希望在 10月底 我要去參加 紐約馬拉松之前的一個 算是模擬賽事 所以這兩場的半馬 我都會以比賽配速左右的配速來參加 但是因為紐約馬 聽說啦 艱難很多 他好像要經過五座橋吧 所以整體的難度 其實是相比 我們前面比的柏林馬 或者是長榮滑航一定困難很多 所以 紐約馬我自己目前啦 相對於柏林馬拉松來講 他就比較 預設是輕鬆一點點 因為 畢竟五座橋的難度 對於體能的負擔是很大的 那以平均的 全馬冠軍成績來看 紐約馬也都相比其他比賽 會稍微有一點點時間上的落差 所以我自己 目前還沒有預設時間 但我覺得心態上 柏林馬應該會是我接下來 比較看重的一場 目標賽事 好 到底要怎麼樣拍360相機的畫面 那為什麼要用360相機 其實你看喔 現在360相機拍過去 我的左手邊 這邊是有 一個司機 載著一個攝影師 拿著相機拍我 但如果今天我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不可能每次拍攝都勞私動眾 就當他們騎走了 這個相機還是可以持續follow我 但你看 相機的另外一側 他們在前面拍的可能 就是比較long的空景 這就是360相機可以活用的場域 因為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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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喔 這個天氣這次游泳超級涼爽 因為我身後這個前三公園的游泳池 它是天然三泉水 所以它只有開放夏天 因為冬天一定會超冷 那我接下來的賽事呢 除了紐約馬拉松 在10月底回來之後 我會直接接續去日本的千葉 那千葉馬拉松算是也是受邀參加 然後他是神野大帝代言 就是我們前陣子跟他們有一些合作 然後他們因為上次的合作要請我們去參加 但他本來是叫我跑拳馬 我跟他說拳馬太遠了 還是半馬就好 拳馬可能會受不了 所以千葉馬拉松去參加半馬的賽事 那千葉馬回來 今年我們一樣有組了一團 YouTuber接力賽會去參加美金融接力賽 所以這次美金融接力賽 我們一樣會有8位的隊員參加 那究竟有誰參加 可以鎖定我們的頻道 之後跟大家分享我們這次的隊員清單 夏天來這裡游泳真的超舒服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這邊三泉水很涼爽之外 因為這邊的門票超便宜的 我們剛剛三個人才180塊吧 一個人60元就可以進來 真的是很舒適 然後夏天很熱的情況 泡到水裡很舒服 很多人來玩水 好啦繼續跟大家分享 我們除了剛剛前面聊到的這個馬拉松賽事之外 我們11月底預計也會去參加一場公路車的賽事 應該是在日月坦 那這場比賽是 算是跟環發有聯合合作的活動吧 所以他們好像會邀請一些環發的選手來 但目前有誰會來 跟什麼樣的厲害卡斯還不確定 但身為這個單車愛好者 還是要去朝聖一下 跟他們一起騎在日月坦的這個路線 所以11月底我會去參加這場環發辦的台灣日月坦戰 然後這個比賽結束之後會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其實兩週後就是台北馬拉松 那這台北馬拉松我一樣是抱拳馬 那主要會抱拳馬的賽事 還是希望可以稍微在台北馬拉松做一個成績上的突破 當然如果我在波馬申請上 可以在9月就順利讓我拿到波馬參賽資格的話 台北馬我就會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畢竟往回推這樣看起來 今年如果連台北馬都算進去 我總共就跑了5場的拳馬 那半馬賽事這樣算起來應該也是有3、4場 所以整體來說賽事的密集程度有點太高了 我是想讓身體稍微休息一下 恢復一下狀態 但如果真的不幸沒有成功呢 台北馬拉松希望可以把成績在往前推進的一個PB賽事的設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平常除了360騎車拍攝的時候 另外一台就用這個S Pro來當作 蠻多畫面的主要Acam 因為這台相機的畫質比較好 而且它是搭配萊卡的鏡頭 然後感光元件也比較大 重點是它有這個可以上翻式的螢幕 可以看到我自己的畫面 然後它也可以外接像這樣的麥克風設定 我就可以有很好的收音效果 所以這個S Pro就是我們平常在錄一些 可能希望畫面高清一點 或像我現在比較昏暗的在這種速音底下的話 它的感光元件跟它的畫面表現來說 都是比360的全景相設機更高一個檔次的 最後就是六大馬的安排 今年底的賽事結束之後 其實六大馬我還有規劃就是東京馬拉松 是明年三月 然後第二個就是波斯文馬拉松 今年九月會申請 不確定可不可以上 最後一個就是芝加哥馬拉松 希望可以在接下來的成績上 有機會達到他們的免抽標準 所以這幾場賽事六大馬呢 也算是我接下來在訓練規劃上面的一些主要的賽事安排 所以年底前有很多場比賽 大大小小都需要拍攝 然後跑完這幾場比賽之後 還是要繼續把我六大馬完成 希望可以在明年度就把這六場一次解決 當然是希望啦 那如果明年雪梨馬真的有變七大馬的話 我們也會去挑戰一下 哇 跑完有點喘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跑步的時候 最近很愛用的就是用這種 Ghost S超小台的相機 邊跑的過程我這樣自己錄影 就可以把所有畫面拍起來 這次我去黃金海岸馬的時候 也是只有用這麼小台的相機 就可以一次收錄完成 所以我自己其實在很多不同場景 使用的相機就不一樣 像騎車的時候我就用360 因為它全景畫面都可以抓到 那在中間我需要比較感光度好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選用S Pro這個運動相機 因為它在暗部的表現比較好 而且它也有很好的穩定效果 那像真的跑步的時候 我需要最輕便 我就最喜歡的是Ghost S這樣的小相機 最重要的是現在Insta360 正在進行夏季優惠 如果你剛好想要入手一台運動相機 不管是哪一種款式 下面連結都可以參考喔 我是你的教授隊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的頻道也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下一個大企劃 也就是Youtuber的Meginon街地賽即將登場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個人的柏林馬拉松也持續備戰當中 大家繼續鎖定我們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